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吧 都是可以加募手老师去零去的 对吧 然后本节课所使用的一个环境的话是我们的一个request模块 还有我们的阿姨正的表示i json 模块csv top 模块对吧 这些的话主要的话就是前面这几个主要是前面这几个可以了 然后这个request模块的话它是一个第三方模块是需要大家去安装的 是需要大家去把这一个安装一下 在我们的一个cmd里面进行一个pip in store 加我们的一个request都是可以的 对吧 加清风老师或者说我们木子老师都是可以的 好吧 然后需要相应的安装包安装教程 几乎码还有使用教程的话都是可以去加木子老师微信去领取的 然后的话本节课也这里给大家说了 加我们老师可以领取一些东西 对吧 然后的话听我们本节课的内容的话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提问 好吧 在公屏上面一个提问 具体哪行代码不清楚的话也可以问啊 可以吧 哎呦 哪说我操 好 讲课前的话问一下各位同学啊 如果说你是零基础的话你给老师co个零 如果说你有基础的话你给老师co个一 好吧 零基础同学你给老师co个零 有基础的一个同学你给老师co个一 看一下各位同学的一个学习情况是怎么样的 零基础同学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像我们蒙多同学啊 王一新同学 这位点同学还有我们这个迷茫的麦小多同学 对吧 还有我们这位 呃 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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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对吧 这个肥肥同学 啊 肥肥同学 好吧 啊 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的话 都是可以直接问的 在我讲课的过程中有什么不懂的话 都是可以问的 好吧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内容啊 本节课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思路流程 诶 思路流程 对吧 这个思路流程的话 也是我们爬虫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啊 爬虫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一个思路 就是如果说你们把这个思路能听懂的话 这个思路你只要能听懂 对于之后你爬取任何网站上面的一些数据内容 对吧 我们都是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流程去走的 它主要是分为两大块 第一块的话就是我们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对吧 就是分析的是什么呢 对 分析就是我们想要爬取的数据 那就它里面就有两步 第一步的话就是确定对吧 我们要爬取的内容是什么 爬取的内容 内容是什么东西 对吧 我们要爬什么呢 我们今天爬的是一个招聘网站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的话 这个网站我可以给大家发一下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要爬取的一个网站 它上面的这些数据 比如说它的一个招聘的一个名字啊 对 它这个招聘什么职位的一个名字 什么时候发布的 对吧 它的一个薪资是多少 是哪个地方的 它的一些要求啊 然后是哪个公司的 或者说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多少个人 对吧 类型是什么 对 还有它的这有些是有福利的 有些是有这个福利的 像这些数据的话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 Pathom代码 给它去获取墙栏 好吧 今天的话就是要获取这个东西 那怎么去获取 好吧 这是我们分析的第二个步骤 好吧 第二个步骤 是吧 这些数据从哪里来 这个的话是我们招聘的一些基本数据啊 招聘的一个基本数据 对吧 信息 是我们要获取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进行一个抓包分析 分析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是从哪里可以获得的 是可以从哪个地方能得到这些数据 对吧 那这开发者工具怎么打开 有很多邻居同学可能不知道 对 这开发者工具 哎 怎么打开 怎么打开 它打开的话你要么能按F12 对吧 或者你鼠标右键 鼠标右键 右键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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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我们的一个检查 点击检查 对吧 就是可以把这个开发者工具打开的 那我们这里鼠标右键 点击一下这个检查 对吧 选择这个Network 这样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啊 我们就可以这样打开 或者说你直接按键盘上面的一个什么呢 F12也是可以打开的 也是可以打开的 那我们刚开始打开这个网站的话 对吧 刚开始打开这个开发的工具的话 它是没有一些数据给我们加载出来的 没有任何数据加载的 如果说我想让它里面的数据给我们加载出来的话 我们刷新这个网页就好了 对吧 当我们刷新这个网页之后的话 它相应的一些数据内容 就会给我们返回出来 它相应的一些东西就会给我们返回出来 这里面的数据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网页上面的一些相关数据 比如说它的这些图片呀 对吧 再比如说它这些文字内容啊 对吧 信息 基本的一些信息 都是在这里面有 但是的话 它给我们返回的这些数据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干嘛呢 要找我们具体想要的一些东西 它是来自于哪里的 对吧 对于想要的东西怎么去找呢 我们可以利用它这里面的一个搜索功能 它这里面有一个搜索的 对吧 这个东西搜索 就搜索我们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要它这个名字 对吧 这个招聘的一个名字是什么 我可以直接复制过来 在这个Network里面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类似于放大镜的一个样子 然后进行一个搜索 然后回车一下 对吧 回车之后的话 它是不是就给我们返回了一个东西啊 对不对 这个的话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是我们搜索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 得到的一个结果 对吧 这个结果表明什么 表明就是跟我们百度搜索是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些东西对吧 想要的一些关键字一些参数的话 是在这个里面是有的 在这个里面是有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点进去看一下 点了之后的话 这里会有一个黄色的一个高亮 黄色高亮的一个显示 它说黄色高亮显示的话 它在里面的话就有我们想要的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看 具体在哪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齐安信集团 对不对 这是它的一个公司名字 然后它的一个job title 对吧 是它的一个职位的一个名字 是不是也有 对 然后的话我们再可以看一看 还有什么呢 还有它的一个薪资是吧 一万一万到一万二 对吧 一万到两万一个月 对不对 这是它的一个薪资 然后是哪个地方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的话 它在这个地方就是有的 在我们这里就是有的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知道了 知道了它会给我们返回这个数据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还要炒什么呢 对吧 这个response是什么 这个response的话 就是服务器给我们返回的一个数据 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吧 虽然说我们知道了 这个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内容的话 但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需要通过请求哪一个URL地址 它的服务器才会给我们返回这些数据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的话 就是要看到我们这一个Headers里面 在这个Headers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相应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它的一个request url 这个request url的话 就是我们所需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然后后面这里的话有一个get 对吧 这个get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发送请求的一个请求方式 在这个里面都是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个东西的 好吧 都是可以看到相应的东西的 然后像这下面的一个request requestHeaders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头的一些参数 对吧 这些都是我们请求的参数 像我们这个分析的话 也就是这么去分析了 这找数据是不是很简单 对吧 对于这个怎么去分析数据的话 有没有不懂的同学 有没有不懂的 都听懂的话你可以耍个鲜花 对吧 有不懂的话你可以问一问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分析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简单的 应该没有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所以说要问一下你们 对吧 这个思路的话还是怎么去找数据 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做爬虫的话第一步 如果说你连一个数据你都找不到的话 你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话 那你接下来的一些爬虫的话 你就根本就实现不了 好吧 那么既然知道数据怎么来的话 那么第二个步骤的话就是我们代码实现的一个步骤 就是代码实现的一个步骤 怎么去实现 像我们代码实现的话 一般就是常规的几个步骤 一个是发送请求 然后再到我们的一个获取数据 然后再到我们的一个解析数据 最后的话其实是保存数据 对吧 就是这么几个步骤 但是的话 这个发送请求是发送什么样的请求 对吧 那么第一步也是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这个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对于我们刚刚分析的吧 对于这一个URL地址发送请求 对于这个URL地址 我把它写在下面吧 把它写在这里 对于这个URL地址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以一个get的一个方式嘛 发送请求 第二步的话是获取数据 获取的是什么呢 获取的是服务器给我们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返回的一个数据 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啊 就是我们前面在开发者工具里面 看到的这个response 对不对 我们要获取的话也就是获取这些数据内容 好吧 那第三步我们既然获取到这些数据之后的话 就要解析数据 就解析数据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提取什么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我就是刚刚给大家看的嘛 对吧 一个招聘的一个标题 对 然后的话招聘的一个薪资 是吧等等 这些数据都是我们想要的 好吧 好吧 第四步的话对吧 把这些数据解析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进行一个保存数据啊 短保存数据 把这些数据的话就进行一个保存 就是保存到我们的一个CSV文件 好吧 好吧 保存到我们CSV文件 好吧 这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个思路流程 也是我们爬虫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一个流程 好吧 啊 老师旁边有人说话吗 啊 就可能是隔壁的隔壁的 对吧隔壁的隔壁的 好吧 你们听到的话 是不是 啊对于这个思路都清楚容许啊 给老师扣扣一对吧 有什么不懂的啊 我们可以等一下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思路的话也给大家截个图 放在这里 你们可以看一看啊 可以看一看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啊 就可以按照这一个步骤去走啊 按照这一个步骤去走 啊 我们首先的话 就是对于我们这一个网址 发送一个请求啊 首先 对于我们这个网址 发送一个请求 好吧 当请求之前的话 那我们就是需要干嘛呢 导入这个模块 request的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 就是我们数据请求的模块 它同样也是我们的一个第三方模块啊 是需要大家去在PIP inStore里面去安装的啊 PIP inStore加我们的一个request 模块名 request 如果说大家不会安装的话啊 是可以去找我们啊 啊 木制老师去找他问一下哎 怎么去安装的 对吧 听自己敲的话 跟老师讲的是两回事 确实啊你 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跟大家建议的是什么呢 先听老师是怎么去讲的 好吧 先听老师怎么去讲的 然后呢 对吧 把这个思路听懂了之后 你可可找我们木制老师 需要他的一个啊 录播 然后再去看 然后自己再去实现这个代码 好吧 自己敲的话 这个步骤是什么来着 对吧 所以说的话要多敲多练 多看多听 好吧 那么首先的话 对啊 发送请求的话 那我们就要确定一下 我们请求的一个urld 好吧 这个urld的话 我们直接给他复制过来 哎就是这个吧 就这个给他复制过来 哎 啊 复制过来之后的话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 请求的一个urld 之后的话 我们需要给他加上一个 Headers请求头 这个Headers请求头的话 主要就是作为我们 Pathom代码的一个伪装 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进行一个伪装 把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Pathom代码 进行一个伪装 伪装成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浏览器 浏览器 对于 对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发送请求 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伪装呢 就前面有同学知道 就是哎 我怎么会被反扒呢 这里可以给大家画一个简单的一个 图像 给大家画一个简单的一个图 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比如说 对啊 按照正常的话 我们这个我们就是给他 两个东西吧 哎 我重新画一个吧 重新结个图吧 首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客户端 对吧 客户端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能说是一个浏览器 或者说是一个 或者说是一个APP 对吧 然后的话 对于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写一个服务器 对吧 发送一个请求 按正常的话 这里面是发送一个请求过来 然后的话他会给我们返回一个数据 对吧 我们浏览器发送一个请求 就是你访问一个网址嘛 你访问一个网站 对吧 就是发送一个请求过去 然后服务器给你返回一些数据 返回数据 返回的是一个响应数据啊 就是我们常说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response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对于一个 我复制一个网址在浏览器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他会给我们呈现出相应的一些东西嘛 对不对 就是他给我们返回的数据 那我们现在呢 对吧 我们现在的话是通过一个什么呢 我们现在是一个爬虫的一个代码 对吧 我们现在是一个pathon的一个爬虫代码 pathon的一个爬虫代码 pathon代码 代码然后对他发送一个请求 是不是 然后的话这里的话 他会有一个问题啊 这里的话他就中间就有一个检测的一个机制 对吧 中间的话他有一块检测的一个机制 就检测你是不是一个浏览器发送过来的 对吧 如果说你被识别出来的话 你像是一个什么东西也不加 对吧 就是干巴巴的 就是呃 直接就是对他发送一个请求的话 你被检测出来之后呢 就会干嘛 他就会给你返回其他的数据 返回其他的一个数据内容 返回其他的一个数据内容 或者 或者 呃或者 不返回 数据 对啊 或者是不返回数据 对不对 所以说我需要在这一个pathon代码的外壳 套上一个heads 就是相当于什么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嘛 一个heads 对吧 进行一个简单的伪装 然后呢 再对他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这个时候服务器检测不到 对吧 检测出来好像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请求 是一个正常游染器发送过来 然后他才会给你返回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好吧 图弄完啊 给你们发一下 对吧 给你们发一下 对 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图啊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说我们需要加这个heads 对吧 那这个heads怎么去加的呢 他加的一个东西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开发者工具里面 他下面有一个什么request aheads 对不对 像request aheads的话 他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字段 这些的话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 请求头的一些参数字段 难道这些我都需要加吗 对吧 难道我都需要加吗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全部都加 我们一般的话 对于普通的一个网站的话 我们只需要加哪一个就好了 我们只需要加这个user agent就行了 加这个ua 把这个ua给他加上去对吧 然后给他加上相应的一个引号 好吧 这个ua是什么呢 这个user agent的话 就是我们浏览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信息啊 浏览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信息 对吧 就是他的一个标识 就是可以 如果说我这样子去发送请求的话 他就会告诉服务器 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吧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浏览器 是什么版本 是什么样的一个系统 发送过来的一个请求 这是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伪装 好吧 那这些都有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通过我们这个request 这个模块 通过这个模块里面的一个get的一个请求方式 把我们相应的一个参数给他传进去 那user a url等于url 对吧 我们heads 就等于我们这个heads 然后的话我们用一个变量 response 给他接受一下 response的一个变量给他接受一下 对 这前面的话就是我们发送请求的这几个代码 那我们可以获取数据的话怎么呢 就是我们直接打一个response 能得到他相应的数据吗 对吧 那么既然我直接打一个response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给我们返回的是什么东西 返回的这个是什么呢 对吧 返回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response 200 对吧 像这个监控的话 表示的是什么 表示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象 数据类型的话就是一个对象嘛 表示的是一个response 响应的一个对象 响应对象 对不对 然后这个200是什么呢 200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呃 呃状态码 对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状态码 200的状态码表示我们的一个请求成功 表示是我们的一个请求成功 说明我对于这个网址发送的一个请求是发送成功的 对不对 当然我们也可以点下点一下他的一个heads 如果说我想看他的一个请求头的话 我也可以这样子点上他的一个heads 对 这里面的话是不是就有他相应的一些参数 你看他都会完整一点点 对 比我们前面如果说直接干巴巴的去 呃 不加这个请求头的话 那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对不对 按正常的话 对吧 我这里打印的话是这个东西 但是我实际上想要的 对吧 我实际上想要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resmance的这个数据 对吧 好吧 我想要的话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些数据 那我想要这些数据的话 但是他给我返回的一个数据那种不一样 对 是不是不一样 好吧 那如果说我想要这个数据怎么办呢 哎 这里的话就是关于他里面的一个方法了 对吧 我们可以点上他的一个text 对吧 这个resmance 点text是什么意思呢 哎 就是获取相应体 对吧 获取相应体的一个文本数据 文本数据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是什么 网页圆的嘛 网页圆的嘛 那我们直接点上一个text 再运行的话 你就会发现哎 他就给我们返回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了 好吧 他就会给我返回了这些数据内容 其实这一个网页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返回出来的这一个东西 跟我们所在开发者工具上面看到的一个东西是一样的 看一下是一样的吧 对 是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都是这些东西看到没 好吧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获取到了这一个数据内容 好吧 这样子的话我就是获取到这些数据内容 其实的话像我们写爬虫的话第一步跟我们的一个第二步对吧 人家发送请求和获取数据的话这两步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对不对 像这个url是我们直接复制过来的吧 像在headster的话也是我们干嘛呢 也是在开发的工具里面出去复制过来的 所以说我们唯一可能说写的一行代码的话就这一行代码 对吧 可能说唯一写的这一行代码就这个 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对吧 好 因为老师说的我我都说对对吧 因为你也不懂是吧 不懂的话你可以问一下吧 是吧 但是的话你要知道是吧 可能说我有一些支点不懂 对吧 像这位同学对吧 你可能说有一些支点不懂 但是的话他每一行代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都能理解吧 像这个headster的话是请求头嘛 他的话作用就是用来伪装的嘛 那这个url的话就是我们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然后这一行代码呢 对吧就是什么呢 这一行代码的话 70行代码就是我们调用 调用什么呢 调用 调用我们request这个模块里面的get的一个方法 方式get的一个方法 对于我们哪一个呢 对于这一个url地址发送一个请求 发送一个请求 发送请求 对吧 为啥总是用get不用post 对吧 很多同学就这里就问了 是吧 因为我前面也给大家提到过 可能说大家也没有真的用心去听 为什么用get 为什么用post 主要是根据他这个地方来的 因为他这里显示的是一个get的请求 那我们的话就是用一个get的请求 对吧 那对吧 这个前面就跟他说了 这一个什么request的url 是我们所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发送请求的一个方式呀 因为他告诉我是用的一个get 所以说我是用get 对不对 而不是用post 如果说他这里是一个什么呢 post的请求的话 那我就是干嘛呢 用post的嘛 对吧 post一般是加密的数据 不一定 不一定好吧 不一定是加密的好吧 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你具体的话还是得看什么呢 看这个 看到这个hebless里面 他给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对不对 感觉512Job比boss指评容易爬 boss指评也简单 对吧 boss指评也简单 好吧 之前boss指评也给他讲过 拉勾网也给他讲过 对吧 拉勾的话是post的请求 好吧 拉勾网 拉勾是一个post 我们接下来这里的话 就获取到数据了 获取到数据之后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解析数据了 对不对 是不是要开始解析一个数据内容了 这解析数据的话就是 比较多了啊 对吧 像我们解析的一个方法的话 对吧 有比较多种吧 像re正能表示 正能表示 css选择器 对吧 xpass 都是有这几种方式的 但是的话 具体选择用哪一种方式 去进行解析啊 主要是根据数据来的 根据啊 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数据内容 对吧 选择哎 对吧 最适合的最适合的一个解析方式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的话 就是用了什么呢 用的r1正能表达式啊 用的是r1正能表达式 为什么用r1正能表达式呢 我等一下会给他讲 好吧 等一下会给他讲 昨天是用的r1css 今天用xpass了 我跟你说xpass这个数据 你匹配不到 你用xpass的话 今天这个数据你匹配不到 好不好 啊 这个yt同学 你用xpass的话 他就匹配不到 那么首先导入这个模块 r1正能表达式模块 表达式模块 对吧 像r1跟xpass的话 不不 像css和xpass的话 都是什么呢 都是根据他的一个标签 去提取属性内容 对吧 数据内容 但是的话 我们今天要的这个数据是什么 在哪里 呃我们可以看一下吧 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想要的这个数据在哪个地方 他是在这个里面啊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里面的呃这里 对吧 你这种你用正能表达式 不你用xpass 用css怎么去取呢 啊 他是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地方 你怎么去取呢 对不对 像这种情况 你是不是用r1正能表达式 会更加适合呢 对不对 是不是更加的舒服呢 对吧 所以说我们用哪一种解析方式 主要是干嘛呢 根据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选择最适合的一个解析方式 啊 像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用正的表达式是最简单的 好吧 那么就r1点一个funout 好吧 这里面的话取什么内容 诶就是取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想要的是吗 我们到这里来看 我们想要的话 就是他中间这一块 这些东西我们都想要的 我们可以把中间这些内容给他取出来 那我们前面的话 这一段就是到这里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典型问 对吧 像我们刚刚那位同学说的 对吧 宅家舔平对吧 正责表达式 我就想到一个典型问 对吧一个典型问的话 通费服对吧 遇事不决典型问啊 遇事不决 对吧典型问 就是用任何方式的话 就典型问可以解决一大半的问题 对吧 有时候我们写一个 正责的话 对吧 典型问的话都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像我们大家不会的话 就用个典型问就好了 是不是 然后面我们匹配到哪里结束呢 我们也可以往最后看 我们是匹配到这一个标签结束 对吧 匹配到这个 诶 这个标签结束 这个 对吧 那这个滑坑我其实不要的 然后的话 从哪里匹配呢 是从我们这个 releasebox 点上我们这个text里面匹配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 html data 给他接受一下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给他打印看看 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匹配到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这边的话就给他注释掉 来我们直接运行 运行之后的话 你是不是发现 是不是就把中间这一块的一个内容 给他匹配出来了 就把中间这一块内容给他匹配出来了 对 就是这些吧 然后我们正责表达式匹配出来的东西呢 对吧 我们正责表达式匹配出来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据类型啊 对不对 像这个中括号的话 前面我们说了 这个监括号 对吧 这个监括号的话是一个对象 是不是 这中括号是什么 这个中括号的话就表示的是什么 是一个列表 对 是一个列表 那我要把这个列表里面的一个数据 给他提取出来的话 那我这里是不是要根据他的一个索引取值 对 是不是可以根据他的一个索引取值 典型问是可以拆开用的吗 这个典型问是表示什么 是一个原字符啊 是原字符 每一个都有他提意思 比如说点是什么意思 知道吧 点字的话就是 可以匹配 可以匹配任意字符 除了什么呢 除了我们的一个换行符以外 换行符以外 新的话表示什么 它是一个匹配前一个字符 匹配前一个字符0个 或者是无限个 或者是多个好吧 多个对吧 然后问号的话是一种模式 问号的话是非贪婪匹配模式 非贪婪匹配模式 好吧 非贪婪匹配模式 它是一起分了一起用的 当然你把这个问号去掉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贪婪的一个匹配模式 就全部都要对吧 可以吧 这有些的话像点心问的话 这个是组合到一起用的 只是说他每一个单独的话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意思 OK吗 那么这里的话 因为我们得到的话是一个列表 然后的话我们就是取他的一个 把它列表里面的一个内容给他取出来 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到了 也是一个字符串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吧 字符串的一个数据内容 像这个字符串的话 对吧 我们可以干嘛呢 像这种类型有点像什么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滑过话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滑过话的话 一般大家想到的是什么 可能说大家想到的最多的 对吧 想到的是什么 字典吧 是我们的一个字典的一个数据类型 是不是 但是的话 这里不是啊 这个的数据类型的话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字符串 HTML 这套 对吧 我们这里可以打印一下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它是一个字符串 发现没有 它这里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字符串 不是我们的一个字典 所以说的话 像这种数据的话 我们就要想到一个东西 对吧 我们既然它是字符串的话 那就要干嘛呢 把这个字符串的一个数据内容 字符串的一个数据类型 对吧 转成我们的一个什么 字典的一个数据类型 给它转成我们的字典 然后再用什么呢 通过什么 通过我们的一个见值对 去值的一个方式 提取相应的一个内容 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好奇怪 什么好奇怪 啊 这位王一熙同学 啊 DAT是啥子来着 哪个DAT啊 这个啊 这就是我们匹配到的一个数据内容 是我们智能表现是匹配出来的一个内容 啊 啊 好吧 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什么 最老是不奇怪 什么什么什么好奇怪啊 对吧 你们说的是什么呢 那么如果说想要把呃 字典 对吧 把字符串转成字典的话 我我怎么转 有同学知道吗 有没有有一点点基础的同学 啊 有没有一点点基础同学 像我们五号同学 猴磊同学 对吧 像我们前面那个YT同学 啊 还有我们谁谁呢 田嘉欣同学 啊 阿斗同学 啊 有知道吗 啊 啊 DAT对吧 啊 DDST 那我们用这个方式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你要你要这样子取的话 我给你看一下printer 对吧 用DAC 对吧 直接抢转 是不是你想着通过直接一个抢转 那我们直接运行一下好吧 我们抢转能不能行 对吧 抢转能行吗 是不是 抢转它是不是报错了 对吧 抢转是不是报错了 对吧 不能抢转啊 不能强制性转化不行的 所以说的话 我们这里应该怎么去转呢 是需要导入一个模块 import我们的一个接生模块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呃 就是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 可以用来 序列化 与反序列化 反 我们的一个 序列化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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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用它这个模块的 用它模块里面哪个方法呢 呃 点上我们的一个loads 对吧 点上我们的一个loads 然后把我们的HTML Data给它传进去 最后的话我再用一个 接生Data 接生Data 我们给它接受一下 用这个接生Data 给它接受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取到这个数据内容 虽然说你们可能说 对吧 你可能说看到的一个 啊 东西是一样的 对吧 看到有点像 但是呢 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是变化了的 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打印看一下 对 我们可以打印看一下 你会发现啊 它长得很像 对 这两个东西虽然说长得挺像的 但是的话 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已经发生了改变 上面这个的话 是它的一个自五串的一个数据类型 那下面这个的话 已经就是变成了我们的一个自点数据 对吧 就是我们接生自点数据 是不是 对吧 啊 方式方法很多 对吧 你要取数据的话 你也可以不用干嘛呢 给它转成字典 对吧 其实方法很多 对不对 方式方法很多 就条条大路通罗马吧 我们大家不知道都听过吗 每条条大路通罗马 好吧 那这里的话 也给大家讲一个模块 import 我们那个p print 对吧 这个是我们格式化输出的一个模块 输出的一个模块 啊 这个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 接生自点数据输出出来会好看很多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p print 点上我们的一个p print 点然后输出我们的一个接生 对他对吧 那我们把这个给他注释一下 对不对 给他看一下这两个的话有什么区别啊 它的区别就是在于 对吧 我们printer打印的话 它是在一行里面 如果说我们是p printer打印的话 它是有一个这种样子啊 它是有一个格式化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样式 好吧 双引号变单引号了欸 对吧 双引号变单引号了欸 对吧 双引号变单引号了欸 双引号变单引号 但是它都是一个字符串嘛 是不是 无论是它是双引号还是单引号 但是它都是字符串 其实的话 你这里的话 有同学知道吗 就为什么对吧 为什么它双引号变成单引号的呢 对吧 就是明明的话它里面前面是字符串的时候 啊 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对吧 一个小的知识点啊 对吧 字符串的时候 对吧 里面的引号是双引号 双引号 对吧 然后到字典的时候 字典的时候欸 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单引号 就变成了一个单引号 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为什么吗 有同学知道吗 啊 这个的话是关于我们啊 引号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字符串引号的一个用法 比如说我这里直接来一个实询 好吧 str str 实询 对吧 这按照正常的一个字符串的话 我们是这样子吧 比如说Python 是不是 它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这里面的话 可能说我这个t 对吧 我t是双引号 对吧 如果说t我加了引号的话 它只能是双引号 如果说你用个单引号的话 那它就不行 用个单引号的话 它就不行 知道吧 这样子就是会报错的 这样子就会有错误 知道吧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字符串的时候 它是一个双引号 因为字符串 你虽然说 虽然说你看到的话 它是没有引号的 其实它隐藏在外面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什么呢 它在这个外面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引号的 是有一个引号的 好吧 单双千套 对单双千套 这是一个小的一个知识点 小的一个知识点 对 就是为什么 之前是一个单引号双引号的一个原因 好吧 这也是我们Python基础的一个语法 Python基础的语法 希望大家能知道 我这里是不是就取得了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关于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知识 对吧 字典取值 我们取得了这个数据 是不是一个接生字典数据 对吧 那我现在要取它相应的东西了 是不是就要用根据什么 字典的一个数据类型 提取它相应的一个东西 看来我基础是真的不行 其实很多同学的话 基础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可能学的都没那么扎实 学的都没有那么扎实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对吧 得到这个数据的话 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取值了 就是它的一个字典取值 字典取值怎么取呢 就是根据我们冒号左边的一个内容 对吧 提取它冒号右边的一个内容 冒号左边 提取它冒号右边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我想要的数据是什么 我想要的是不是这些 对 这些是我想要的一个内容吧 都有一些招聘的一个数据 对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取什么 取这个 取这个 然后它给我返回的就是这个列表吧 对 那我直接取这个 直接取这个 根据它这个冒号左边的一个东西 然后取它冒号右边的 来我们直接运行看一下 对 它是不是给我们返回的就是这一个了 这个列表了 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给我们返回的就是这个列表 列表里面的话都是我们的一个字典的一个元素 来 这里到讲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不懂的地方 有没有思路 对吧 思路都跟上了同学给老师扣扣一 思路都跟上了同学给老师扣扣一 或者刷个鲜花 如果说有不懂的话 你可以问一下 哪一行代码还不清楚 哪一行代码还不清楚的 可以吧 那我们迷茫的麦小舟同学也听懂了哈 那还有其他同学阿斗同学呢 对吧阿斗同学 是不是 这些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 都是用了一些我们基础的知识点 如果说有不懂的话也可以提一提 对吧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 既然大家来听课了 都想着对吧 能在课堂上学到一些东西 是不是 好吧 那么既然的话没有人提的话 那么就接着往下讲了 记得往下讲了 是吧 那么既然取到了这个地方 又这边右边没有用的数据也提取到了 没有用的数据 哪些没有用的数据 还得筛选 那肯定啊 同学 那肯定啊 我这个还没完呢 我这个取数据还没解析完呢 知道不 这是通过一层一层要去取啊 你要通过一层一层去取知道吗 好 右边没有用的 你取到了 右边没有用的 你像这些没用的 对吧 到时候你哪些不要 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们肯定不要吧 那我就不取它嘛 我只取我想要的就行了呀 对我只取想要的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一个 可以通过一个便利啊 forindex 因什么呢 因我们这个接生data 对吧 然后这个 这个数据内容 对吧 给它进行个便利啊 这前面的话我就给它停止打印了 然后的话我们 对吧 要取什么呢 对吧 这里的话就给它取一下 你要取什么 我们用我这里同样也用个字典去接收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标题 是吧 标题 标题肯定是我们想要的 标题在哪里 标题是不是我可以根据它的一个 呃 来取了 就这个吧 交分点 是不是那就是我们的一个index 去什么呢 取它这个吧 是不是 index去这个 老师bs4的时候什么时候会用到老师 不好意思同学我们不叫bs4 我们不叫bs4 好吧 本课堂不叫bs4啊 不用的 我们都不会用bs4的 为什么呢 我们会用posa模块 用的是posa posa的一个数据解析模块 不会用bs4的 因为bs4的话解析速度太慢了 解析速度太慢了 可以吧 啊 这个是取我们的一个标题 然后的话我们还要什么呢 还要我们的一个 呃 我解决图吧 它相应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看 我们要取什么 能这个为什么我index取这个 能理解吗 对吧 有没有同学这个思路没绕过来的 有没有没有绕过来的 对吧 现在这个东西弯转过来没有 就是index是什么 这个index的话就是它这里面的一个字典啊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index给它打印看一下 为了防止大家 对吧 pprint 我们pprint 点上面的一个pprint 然后index 我给它打印一个看一看 对吧 为了防止各位同学等一下没转过弯来 对吧 没有转过弯来就难搞了 好吧 对吧 这里是不是就是我们index的一个数据 这个index的话是它一个字典吧 是一个字典吧 对 那我要取它一个标题的话 它标题就是这一个job name吧 对或者job title都可以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的话 根据这个它的一个公司名字 对吧公司名字 公司名字 公司名字怎么去呢 那就是前面这一个呃 什么奇安信集团 对吧 那就是这个company name 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公司名字 我这样去 然后的话我接下来还要取什么呢 还要取它的一个薪资 对吧 或者说这个地点薪资 那我就取它的一个呃 城市吧 城市 对吧 城市的话是在哪个北京的一个西城区 对吧 就这里 好吧北京的一个西城区 所以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取什么呢 还要取它的一个薪资吧 薪资待遇 薪资待遇就是这里吧 对 就是根据它的一个东西 我们一个一个去取就好了 跟它一个一个去取就好了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它的一些学历对吧 啊一些学历相关的一些东西 我看一下学历的话 它只有在前面这个地方有 对 只有在前面这个地方有 诶 我点到了 就在前面这里 这里的话是它的一个学历 这样学历的话只有前面这里 前面这里的话我们取到的话 就是它这一块内容 对是这一块内容 啊 这一块内容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它的一个索引位置啊 去它的一个本科 那它本科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取它的一个索引位置去解 取二吧 对吧 零一二 是不是取二 这是它的一个学历 然后的话一个经验要求 对吧 经验要求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干嘛呢 取它的一个一 是吧 这样就可以一个一个去取啊 一个一个去取 对吧 当然的话 对吧 当然你可能说老师我想把这个东西写在一块 可不可以 我就要给它取到一起 能不能写 也可以 那这个的话我就换一个招聘的一个信息 对吧 招聘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取直接取这个东西 取出来之后呢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力表吧 力表的话 我可以把它转成我们的一个字符串 用这个 用这个数线 然后点上我们的一个join 点上我们的join 然后在这个 这样子得到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我们直接printer打印下这个DAT 给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 我这样子取出来的话 它是不是就合到一起了 看到没有 招聘信息 对吧 北京西城区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三到四年本科 然后找一个人 对吧 我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放到一起了 对吧 这样子也可以啊 如果说你觉得比较麻烦 你想放在一起的话也行 就直接这样子放在一起 对吧 那它基本信息有了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取 公司的一个类型 对吧 那公司类型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把这个给它改一下 index 我们的一个company 对吧 company的一个text 对吧 这是公司类型 然后公司规模 公司的一个规模 对吧 就它有多少个人 那我就取这个 然后的话还有什么呢 公司的一个人数 人数 大概的一个人数 black 不是不是不是 pens 公司规模就是人数 那这个的话应该是它的一个类 这个是算什么呢 是名音公司 上市公司 这种算什么 啊公司的一个属性吗 这个应该是公司属性 对吧 这个的话应该是属于公司的一个类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那个的话是属于它从事什么样的类型 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我们还要取什么 企业性质 企业性质也行嘛 那这里的话就企业性质 企业性质 都可以啊 你有什么样的命名都行的 对吧 就是根据它的一个建制的取值 其实的话我们还可以取很多 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 看一下翻译 发布的一个日期 对 那它的一个招聘的一个发布日期 招聘的一个发布日期 对 它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我们也可以给它取下来 对吧 10月份的 我们26号 那就今天嘛 那今天下午3点钟发的一个招聘啊 就今天下午3点钟发的一个招聘 对吧 那我看一下还有什么的吗 好像其他行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了吧 对 有没有 没了吧 好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相应的一个数据的话 就应该都能获取到了 都能获取到 那我们直接给它全部打赢看一看 哦 其实我还要一个东西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可以要 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那个公司的一个详情页 公司的一个详情页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它公司的一个详情页 哦 这个是我们招聘的一个详情页 这个是公司详情页的 公司详情页就这个 对吧 公司详情页就这个 那招聘的一个详情页 招聘的一个详情页 招聘的一个详情页 招聘详情页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 对吧 job info 好 这些数据的话我们就都可以给它获取了 那我们直接把我们 呃 解析的打印看一下 这些数据相应的我们也没有得到 对对 那这些的话 我是不是把所有的一个数据都给它获取下来了 我们想要的东西 想要的数据我就都要了 不要的我就不要了 对对来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吧 就它的一个标题对吧 哪个是什么 然后它的一个公司名字啊 在哪个城市啊 对吧 它薪资待遇怎么样 它的一些招聘的一个基本信息啊 对吧 要多少年的经验 哪个对吧 其实这个上海这些的话 你不要野心都可以对吧 是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可能就是要对于这一个的话 呃 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保存了 就要把这些数据内容 给它保存到我们的一个 CSV表格数据 在保存之前的话 还是一样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把思路跟上来 如果说跟不上的话 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提问 老师会给大家讲解的 毕竟的话 我们是一个直播收购嘛 你不懂的话 对吧 可以问的啊 大家不说的话 那我可能说只能说 当做大家都能听懂的 那么import CSV 这是我们的一个保存CSV数据的一个模块 对吧 那么的话 现在的话 首先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F等于我们那个open 对吧 打开一个文件 这里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招聘 对吧 招聘点上我们的一个CSV 招聘数据吧 Python招聘数据 好吧 Python的一个招聘数据 点上我们CSV 然后的话 model 对吧 保存方式 A 然后的话我们的incoding 对吧 一个编码 UTF 干嘛 保存了一个编码 然后new net 对吧 每次保存银行的话 都兴起银行 对吧 我只会扣666 对吧 有些同学666都不扣 咱也不知道 对吧 扣666的话 我觉得还好 对吧 至少给了老师一个反馈 至少有一个回应 是吧 人家说了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但是我这里在一直说 同学哪里不懂了吗 可以问一下 对吧 同学听懂了吗 听懂了 刷个鲜花 对吧 同学都不回我是吧 人家都说了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我这里没有得到 各位同学的一个回响 好吧 然后用我们CSV里面的一个 DictorWrite的一个方法 对吧 然后把我们这个文件 给它传进去 以及给它加上一个 FieldNAS 好吧 这个FieldNAS的话 是加什么 就是加我们前面这些东西 把我们这些标题啊 一些东西给它传进去 好吧 欧雅同学666是吧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 给它提去 然后有一些是我们不要的 不要的话 我们就给它删掉 哪些不要呢 对吧 我们空格 空号 点心问 对吧 然后一个动画 这些的话 是我们不要的 给它替换成一个动画就行了 然后给它全部替换 这样子就好了 对 这样子就给它 保存到这里了 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这是一个列表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列表的一个类型 对吧 然后的话 我们用一个csv 下入线write 给它接收一下 write打错了 咱们ri write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write 点一个write hander 这个的话 是写入表 就是写入我们的一个表 头数据 写入表 头数据 对吧 把我们这个前面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第一行 要写的东西 给它写上去 然后在这下面的话 对吧 我们就是用这个csvwrite 点上我们的一个write 然后把我们这个内容 给它传进去 我们再运行看一下 再运行看一下的话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是这一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就给它保存下来了 我们这页的一个数据内容就保存下来了 保存完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数据啊 对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刚保存的是什么 passing 招聘数据 对不对 passing 的一个招聘数据 对我们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是不是就给它保存下来了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第一页的一个是吗 数据内容 是不是 第一页数据内容 看一下 它的一个标题名字 然后公司名字 城市名字 是不是相应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都有了 对是不是都有了 然后它有一个薪资 对吧 一万到两万 一万三到两万五 一万到一万三 一万到一万八 一万五到两万啊 薪资还是非常高啊 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啊 对 它的一个招聘的一个基本信息 公司的一个属性 是属于什么 一个类型的公司 对吧 公司的一个规模 对吧 公司的一个企业性质 然后的话 它后面的话 还有一个招聘的一个日期 对不对 你看 它招聘的一个日期 发布招聘的一个日期 是什么时候 然后公司的一个详情页 对不对 详情页和它的一个 招聘的一个详情页 这些数据 我就都给它获取来了 对 有没有问题 是吧 这些的话都是OK的 都是应该都是 大家都没问题 因为我觉得 本节课的内容 还是相对而言 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 比较简单的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个反爬措施 对吧 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东西 然后主要就是 有些知识点的话 可能说 大家还没有接触过 大家还没有接触过 什么时候可以 进这个表格里面的公司 对吧 你想进这个表格里面的公司 那你得符合它的一个招聘需求 对不对 那你得符合它的一个招聘需求 你看人家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 好吧 对吧 一层上 是吧 那我比如说 我找个简单的 一万到一万五 爬虫工程师 对吧 我们今天也是讲的爬虫吧 对吧 如果说你想要去这个公司 对吧 能进去拿到一万到一万五的工作 那你要掌握什么 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对吧 两年以上工作经验啊 是吧 你说工作经验就算了 好吧 咱不看这个 那么看第二个对吧 拍摄那个语言 你得会掌握吧 啊 cookie的一个登录原理 哎 cookie的登录原理的话 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模拟登录啊 就相当于就是什么 模拟登录 对 熟练 这三种方式是不是都要 然后熟悉我们社可语句 对吧 我们主流的一个 麦社可数据库 然后Vidges数据库 是不是 那主要就是这个 那其他的话 还有我们一个GS 逆向的功能 还有我们APP 数据的一个产级 这个还是加分项 对吧 这个还是加分项 对 好吧 所以如果说你要想去 找这方面的工作 对吧 拿达到这么高的薪资 那你就得 对吧 有这个能力啊 是不是 有这个能力啊 好吧 这些都教吗 这些肯定教 这些不教的话 对吧 对我们公安课不讲 好吧 我们公安课的话 不会给他讲 我们公安课的话 会讲XMAS 会讲CSS 会讲正德 但是不会讲 MASCO数据库 也不会讲GS逆向 也不会讲APP 旁充 对吧 如果说你想要学这些的话 对吧 你只有说去 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 里面去看 像我们这个 对吧 课程大纲 我们系统的一个课程大纲 里面 对 你看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 一个Cookie的 一个登录原理 对吧 然后我们Cookie记录的 一个用户信息 模拟登录 对吧 Session的一个绘化维持 是不是 这些都是有的 像我们的一个什么 CSS 对不对 像我们的一个XPAS 正德表辣式 这些是不是也都交给你了 然后以及他说的一个 MASCO数据库 那MASCO数据库 这里是不是也有 然后还有我们这一个 什么Radius的一个 Radius的说话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也有Radius的一个数据库 对吧 然后GS逆向 对吧 GS的一个逆向的一个能力 对吧 GS的一个解密逆向 我们是也交了的呀 然后APP的一个爬虫 我们是不是也交了 它加分项我们也是交了的 对不对 都交了 这些东西我们都将的呀 当然除了这个是爬虫的 这是爬虫的 对不对 那么可以看一下开发的 好吧 那么再看一下开发的 这个是一万五到两万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找到一个 一万五到两万的一个工作的话 对吧 那你想要学什么 那你要学什么呢 这里他又有说明了 对吧 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PAS的一个语言 我们的框架 Jungle Flask 会MASCO数据库 对吧 会Redius 消息对列 这些对不对 然后HTPP协议对吧 然后我们这些API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们Linux的一个操作系统 对吧 这些加分项啊 还有一些加分项 有gethub和技术博客 对吧 还会这些一些开源的一个项目 对吧 等等 我们主要的话 当然是看那个企业要求 加分项的话 是可以给大家 对吧 增加你们入职的一个几率 增加你们的一个薪资的一个程度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这里有吗 熟悉Python语言就不用讲了吧 我们都叫Python的 对吧 那Jungle和Flask 对吧 我们Jungle是不是加了 Jungle的一个框架 是不是Flask 不配 这是Flask一个框架 对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Mask数据库 前面是不是给他讲了 然后Linux的一个操作系统 对 Linux的一个操作系统 在哪里呢 在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Linux的操作系统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哪里来着 还有我们的一些 协议对吧 HTP协议 这是我们网络通信里面 网络编程里面 会给大家讲的 相当于其实 他们的这些招聘数据 对吧 他网上的一些招聘信息 招聘的一些要求 我们的课程里面 都是有给大家讲的 都是有给大家教的 只是说的话 这个课程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VIP 复辈课程 学完这些就找 学完就能找到这些工作 对啊 确实 如果说你们想要 看这个课程大纲的话 对吧 可以去加我们 木子老师的一个微信 可以加我们 木子老师的一个微信 去找他 领取一下这个课程大纲 可以吧 可以这大纲的话 是讲的比较多啊 如果说按照我们的一个 VIP 我们的一个课程 按照我们的一个课程 安排 对吧 学完所有的一个内容 学完所有的一个课程内容 就包含什么呢 包含我们的一个基础入门 对吧 高级开发 然后的话 我们的一个爬虫 数据分析 全站开发 对吧 可能其中还有什么 自动化办公 是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 还有什么人工智能啊 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啊 中华办公的话 现在 给你加上吧 对吧 原本是没有的啊 对吧 这个一般是单报的 好吧 这个全部学完 是七个月的一个时间啊 全部学完 是七个月的时间 对吧 全部学完 是七个月的时间 肯定是直播收购啊 也是直播收购的 是在腾讯功能上面 直播收购的 然后这个课程的话 这个课程 主要是面向就业的啊 主要是面向就业的 就业的一个课程内容 对吧 上面的一个就是别人企业 招聘的一个需求 招聘的需求 对吧 招聘的需求 我们课程里面 课程里面都是教授了 都是教授了 好吧 所以呢 所以只要你用心 你用心跟着老师学习 跟着老师学习 对吧 你就可以干嘛呢 去找相关的一个工作 相关的一个工作就业 好吧 像这个工作岗位就业的话 按照我们往期的一个VIP学员的话 往期的VIP学员的一个就业情况 就业情况 它的一个薪资范围 对吧 它的一个薪资大概范围是我们的8到15k 8到15k 8到15k的一个薪资范围 如果说你们想要学习Python去找工作 想跟着我们老师系统学的话 可以去加我们清风老师的一个微信啊 可以去加我们清风老师的一个微信 可以吧 有多少同学是想学Python去找工作的 有想学Python去找工作的同学 给老师扣给 好不好 想学Python找工作的同学 给老师扣给 有没有 我们福山同学 爱德同学 八九不离十 爱迪乐同学 我们 对吧 还打卡 打个锤子卡 打卡 这都多少年前的东西了 你现在还来打卡 对吧 打卡的话 最后会给大家发送一个牵闹 好吧 会给大家发送牵闹 像这几位同学 如果说想跟老师系统学的话 想学了Python去就业的话 对吧 可以加一下我们清风老师的一个微信啊 加我们清风老师的一个微信 可以让我们清风老师给你们安排一下 好吧 安排一下 安排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课程 对吧 我们最新班的话是八号开始上课啊 我们的一个新班课程 八号就开始上课了 前面的人问对吧 你们老师是怎么上课的 是直播上课吗 是直播上课啊 对吧 我们课程肯定是直播上课啊 是在我们的一个什么腾讯课堂上面 对吧 直播收课的 是在我们腾讯课堂上面直播收课的 然后它是每周晚上 对吧 八点到我们的一个 每周不是每周 每周一三五 或者呢 二四六晚上的一个八点到十点钟 对吧 会有一个直播收课的 会有一个直播收课的一个讲解 对吧 当然如果说大家可能说 你有时候晚上跟不上直播课程 那怎么办呢 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客户的一个高清录播回放的 客户的一个高清录播回放 对吧 并且的话 还有一个客件的一个圆码赠送 对吧 客件的圆码的话 包括哪些呢 像我们这个VIP的一个圆码 以及像我们的一个公开课的一个圆码 对吧 这些圆码的话 都是会给大家提供的 除了这些以外的话 像我们一些之前的那个什么 上课的一个笔记啊 电子文档 对吧 笔记 电子文档 这些都是有的 都是会给大家提供的 相应的一些资料 都是会给大家提供的 然后除了这些以外 对吧 最最最重要的一个点 可能说大家都比较在乎的一个东西 就是对吧 老师你有没有解答 对吧 你有没有一个解答 像我们的话 就是会提供一个 客户的一个 多对一的一个解答辅导 多对一的一个解答辅导 这个解答辅导的话 不是像其他的 可能说在群里面解答 对吧 像我们的话 不会在群 就是你会是干嘛呢 他解答的一个方式的话 是通过我们的一个QQ 或者说是微信 对吧 你文字 发你的一个问题也可以 语音也行 对吧 远程操作给你解答 同样也是可以的 同样也是可以的 对吧 今天来晚了有回放吗 对吧 今天来晚了有回放吗 同学你为什么会来晚呢 那我们简单的一个时间 回放是可以找我们老师需要的 简单的一个时间是干嘛呢 是我们下午的一个一点钟 到我们的一个晚上十一点 对吧 就每天十个小时的一个解答时间 好吧 解答时间 多对一是一个老师吗 同学多对一是一个老师吗 多对一肯定是多个老师 对一个老师啊 好吧 多对一肯定是 多个老师对一个老师好吗 好 老师是你解答吗 我也是会解答的 然后想跟着我学的话 对吧 你想跟着我学 那报我的课 对吧 那你报课吧 像我们王一新同学说到 王一新同学就是我们的一个VIP学员 对吧 如果说你想跟着我学 那你可以直接加我们亲吻老师的微信 找我们亲吻老师去报名 对不对 如果说你想要报名课程学习的话 对不对 那你报名的话 我也是会跟你讲的 其实很多话有时候啊 有时候我给大家背的一些课题对吧 像这些课题啊 之前给大家讲的很多的话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些课题是我们VIP的问题 就我们VIP的话 他会比如说啊 比如比如说你报名了一个报名了我们的VIP课程 对吧 报名课程 然后你在就是你学爬松的时候 学爬松的时候 某一个案例对吧 某一个案例不太清楚 某一个案例不清楚是吧 我又可以干嘛呢 我可以直接在公开课上面公开课上面给你讲解这个案例 给你讲解这个案例 好吧 给你讲解这个案例 当然这个公开课的案例 当然我还是要是总的 还是是总的 如果说你这个案例很难的话 对吧 那我也不会讲给公开课学员听 那我肯定是干嘛呢 真正性的给你讲 对不对 可以真正性的给你讲 对吧 好吧 这就是你是VIP学员跟公开课学员的一个区别 这就是你自己学跟着我来学的一个差距 对吧 你跟我学的话 我就是全程你有什么不懂的话 我肯定是会给你服务解答的 对吧 像除了远程解答的话 都是基本操作 如果说你有什么不懂的话 对吧 你说老师 这一块我不太会爬 同学你可以把网站发给我 对吧 发给自由 对吧 你发给自由 对吧 自由老师可以把你看一下 对吧 告诉你是哪一个地方 如果说跟你讲了之后 你还是不清楚的话 没有关系 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课程给你们讲一遍 对吧 可以把这个课程给你们讲一遍 是不是 好吧 所以说这些的话 你看这样的服务 对吧 你有问题不懂的话 老师又给你解答 当然除了这个 很多同学还会担心一个顶啊 非常多同学 就是老师对吧 我担心自己学不会 对吧 对吧 我是零基础 很多同学可能说 我是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小白 对吧 担心自己学不会 掌握不了 对不对 掌握不了 这个说 你其实的话 完全不需要担心啊 完全不需要担心 完全不需要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的话 我们有相应的一个措施 让你能够学会 让你能够去掌握 对吧 什么措施呢 首先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每节客户 都会提供一个作业 都会提供相应的一个 什么作业内容 相应的作业内容 对吧 这个作业的话是干嘛用的 这个作业的话就是 把我们的一个本节课的一个支点 对吧 要用到的 给你们一个案例 让你们去写代码 去写一个代码 去写代码 对吧 你们自己把这个案例给他写出来 但是他所用的支点 都是我们这节课教了的 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干嘛 不仅可以让你学会掌握 而且的话 还可以让你 对吧 动手实现操作 对吧 还可以让你动手实现操作 对吧 今天内容讲完了吗 没有讲完 对吧 好吧 今天内容没有讲完 对吧 但是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要想学好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吧 第二个的话 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一个课程内容 都有相应的一个考核 对吧 相应的一个考核 这个考核的话 对吧 就是检测 检测本阶段的一个综合能力 对吧 你这一块 比如说爬虫 这一块内容 你究竟学的怎么样子了 对吧 究竟学的怎么样 对吧 一些综合的一个能力 都会有一个考核 对吧 考核如果说 对吧 难吗 你难吗 不难啊 对吧 学到的就难 没学的话就难啊 你没学过的话就难 你学到的话就不难 对吧 就之前有同学啊 之前有同学啊 就这么跟你说嘛 之前有一个VP学员 对吧 说自己有一定的一个基础 然后呢 去做了我们的一个 基础入门的一个测试题 考核题目 考核题目 然后42分 对吧 然后42分 然后42分 能理解吗 就他说他自己有一定基础 然后去做我们的一个考核题 然后42分 就连及格都没有及格 对吧 对吧 连及格都没有及格 就是你自学的话 有很多的一些知识点 对吧 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知识点 对吧 都是没掌握的 没有掌握的 但是你又觉得自己有基础 但是通过一测试 你发现 对吧 连及格都没有及格 连到60分钟都没有 是不是 好吧 然后的话 考核没有通过怎么办 对吧 考核没有通过怎么办 是可以继续免费 跟着老师 学习本阶段的一个课程内容的 好吧 是可以继续跟着老师 免费学习本阶段的课程内容的 也就是相当于什么 提供一个免费重修的一个学习机制 对吧 所以说我前面就跟大家说 只要你干嘛呢 只要你用心跟着老师学习 对吧 老师就可以保证你学会掌握 学会掌握 对吧 只要你用心学 你一遍学不会 对吧 你一遍不会 一遍没学会 没学会掌握 没学会掌握 对吧 你跟着老师学第二遍 是吧 你就学第二遍嘛 对 第二遍没学会 那你就学第三遍嘛 第三遍还没学会 同学 你这个人有问题 对吧 同学 你这个人有问题 对吧 你是不是 你 你 你自己在想啥呢 对吧 你脑子里面在想啥呢 对不对 对吧 人家中国人都说了 我们老话说的好 对吧 我们中国人都说的好 有句老话就是什么 呃 事不过三 对吧 有句话叫事不过三 是不是 每个人不收钱啊 不收钱啊 对 每个人就不收钱的呀 好吧 这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保证 大家能掌握 学会的一个原因啊 就是我们通过 我们这些一些服务啊 一些教课的 教学的一些方式 模式 对吧 以及提供给大家一个服务 所以说 你要是学不会的话 对吧 那是不存在的 除非你自己真的不想学好 对吧 老师 能让我看一下 CSV写入数据的一个部分代码吗 啊 同学你 我记得这位同学 猴磊同学 你应该是学了很久的呀 对吧 对 你写入数据的话 就是一行代码呀 为什么这一行代码 还要给你再看一眼呢 对吧 你只是会抄一个代码 有什么用呢 啊 我把这个代码发给你 你能运行又有什么用呢 下次这个网站一更新了 你还会写吗 对吧 很多同学说 就是听课听的是什么 听的是一个思路 听的是怎么去分析 怎么去写这个代码 而不是一味的在这里抄代码 你抄的这个代码有什么用呢 对吧 有什么用呢 我给你这个代码 我直接拿给你去运行 你运行出来了 啊老师好棒啊 对吧 啊我好棒啊 我学会了 我掌握了 这个东西我出来结果了 有用吗 就相当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给 明明是让你自己去考试的 对吧 明明是让你去考试 让你去写 我给分答案给你 你把答案抄完 填上去 对吧 你考了一个100分 有意义吗 啊有意义吗 有没有意义 对吧 最终能学会的还是你自己 没学会的也是你 好吧 对吧 每次讲的这个点 我总是感觉有一股 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真的是有一股 恨铁不成钢 就太多太多这种同学了 特别特别多 还有一种学员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他群里面问问题 对吧 比如说一些零技术小白 对吧 刚开始学习的 他是会有一个什么情况 就在网上随便复制了一段代码 随便找了一个代码 然后拿过来 一定行 报错了 然后他问别人 哎 这个为什么报错了 首先啊 他会报错的原因 对吧 随便复制个代码 报错 对吧 首先第一行 模块没导入 模块没安装 报错了 然后第二行 第二行又是一个模块没安装 对吧 然后又来问老师 对吧 哎 有大佬知道吗 这个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 然后的话 来写到后面 哎 有什么语法报错啊 对吧 数据又没提取出来啊 又没提取出来 对吧 提取出来 对吧 就相当于运行一下 报错了问一下 运行一下 报错了问一下 运行的报错了问一下 对吧 这有意义吗 如果说那个代码没有报错 能够运行 你相当于是什么呢 我直接运行出来 我操牛逼 啊 你心中只有这个想法 没有其他的了 对吧 心中没有 有想法 没有其他的了 知道吧 所以这样子学习的话 你学摘酒 都没有一个意义啊 对吧 没有一个实际的意义 知道吧 感觉老师 你再按说我 没有 我只是说 对吧 没有针对哪个同学 我是只是说 在座的各位同学 对吧 不要有这种想法 不要有这种成 不要有这种的一个恶习啊 对吧 不要有这种恶习 是不是 好吧 这位同学报名了 来 我们恭喜号同学啊 通过我们微信支付 学费300元 成功预定passing 预定报名 我们passing全套 高兴俱乐课程 提前教我们 预设班学习 对吧 优惠名额 还有最后两个 这个优惠名额的话 你可以去找我们 清风老师去问一下 好吧 好吧 可以找我们 清风老师去问一下 这个优惠的一个名额 好吧 现在还有同学在听课吗 还在听课的同学 给老师扣一 还在听课的同学 给老师扣一 各位同学 还有没有同学在听课的 我先喝口水 好吧 我先喝口水 还有这么多的学习 是吧 像我们的军师同学 爱豆同学 咱家 舔平同学 还有我们的迷茫 麦小豆同学 乌亚同学 行云流水 是不是 我们福山同学 王一熙同学 对于这方面 还有没有什么不同的 对吧 对于就是你们 如果说跟着老师学 还有没有说 担心自己哪方面 担心我这个 对吧 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的 有没有 对吧 担心自己学不会的 担心没时间的 有没有 刚才说的啥帅哥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刚才说的啥帅哥 在座的各位都是帅哥 在座的各位都是帅哥 你们同学对于学费有压力的 就这么多 有没有对学费有压力 或者说有没有 对吧 对于我们课程 想跟着老学的 但是学费有压力的 这么多同学在听课 也不说话 也不知道你们是 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300 对 300就可以学了 对吧 加入清风老师吧 报名300块钱 是的 300块钱 你就可以报名了 是的 但这个报名的话 不是报名的全的课程 是报名的一个预定的 一个优惠名额 好吧 是不一样的 对吧 他300的话 是预定的一个报名 是一个预定的报名 不是我们的一个全套课程 可以吧 他是一个预定的 这预定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预定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 对吧 预定300 预定300 可以干嘛 申请找我们的一个 清风老师 申请我们的一个 12期分期免息学习 12期分期免息学习 对吧 就有个同学的话 一次性会支付不了 那么多学费 多少学费呢 这里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一个全套课程学费 是我们的一个 10560 对吧 然后的话 优惠后 对吧 现在报名 优惠后的一个学费 是我们的一个7880 好吧 是我们的一个7880 对吧 然后有些同学 对吧 对于我们一次性 如果说你支付7880 学费的话 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对吧 那你可以找我们 清风老师预定300 然后申请一个 12期分期免息 可以通过我们京东白条 京东白条 对吧 或者说支付宝的一个花呗 对吧 或者说是什么呢 信用卡 可能说大家用多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腾讯课堂 官方的一个教育 教育分期的一个渠道 直接申请我们的一个分期 12期 12期免息 对吧 12期免息的话 你这样计算一下 也就是7880 对吧 你除以一个12 是不是 那是多少啊 只有600 625吧 我记得 对我们可以算一下 对吧 我们直接算一下 7 那7880 除以一个12 是吧 是656啊 656的一个学费 但656一个学费 每个月 那每个月的话 你每一天的话 就相当于只有22块钱 22块钱 对吧 其实我们跟大家说的 就是一天一杯奶茶 就可以跟着老师学习了 就可以跟着老师学习了 对 土豪才没有压力 对啊 所以说有些同学 可能说现在一个月的一个工作 对吧 一个月的一个薪资 可能只有说5000多 对吧 那你跟着老师学完之后的话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 是吧 一万多的一个薪资 8到15k的一个薪资 是不是 那你分期每个月的话 只要600多块钱 就好了 而且如果说你是预定的话 对啊 预定的话 你可以先预定300 然后申请分析的话 你每个月的一个压力 会更小一些 对不对 想学是三个月的工资 三个月的工资 你这个有点离谱啊 对吧 你三个月工资 你一个月2500吗 2500啊 那不可能啊 现在2500 难以为还有2500的一个工作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如果说像 其实留学同学说的 对吧 我三个月工资 才能支付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学费 那同学 对吧 像还有我们宅同学说 我们宅家铁评同学说的 两个月的一个工资啊 如果说你们现在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对吧 你说我两三个月才能 有一个7000多块钱啊 这样的我建议你真的是 可以对吧 学习Pathom 然后去从事这方面的一个工作啊 可以干嘛呢 增加你的一个收入啊 转个行 是不是 转行之后的话 像我们那些VIP学员 他们出去的话 学完之后的话 一般都是我们8到15K的 一个薪资工作 这里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对 那他说是8K 然后也是一个第一份工作 刚学完出去 试用期之后 对吧 试用期8K的一个薪资 对 然后的话 我们还有一些同学 试用期的话是 两个10K的 对吧 十几K的一个工作薪资 他也是有的 对 还有很多的 那他这个还有一个 18K的一个薪资 是不是 他的一个外企18K 这也是同一个同学啊 有一个10到14 10到12K 一个11到14K 他有一个18K的 对不对 那当然还有一些同学啊 刚刚出去玩的话 对吧 学完两个月出去找工作 一万块钱的一个薪资 一万的一个薪资啊 这都是有很多的 还有很多的 啊 对吧 这个同学面试通过了 就是这位8K的嘛 面试通过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些对吧 只要你有能力干嘛呢 只要你有能力薪资更高 对吧 10K或者更高都可以 但他面试了好几个啊 对吧 对吧 一开始的话 他是通过了一个个面试 然后是7到7500到8500 然后的话 他没有车转性 对吧 然后又去面试的一家 对吧 然后要求很高 但是只要有技术 他薪资会给老很高 对不对 现在还是上学 不考虑那么多 上学的话 对吧 很多东西说 老师我现在上学啊 不考虑那么多 对吧 等你真的要毕业的时候 老师我随着找工作 我没有工作经验怎么办 我能不能就业啊 对 很多东西就会问这个问题 对吧 我就很多同学 对吧 都是自己干嘛 都是自己做 都是自己做 对吧 大一 大一干嘛呢 我现在还早 现在还早 还早有时间 不急 对吧 大二 才大二而已 对吧 才大二 还行 对吧 大三 这不还是有一年吗 这不还有 还有一年吗 对吧 等你大四 对吧 大四的时候 对吧 大四 大四的时候 怎么回事呢 大四上半年 上半学期啊 上半学期 哎 呃 闭塞 对吧 论文 搞一搞 对吧 这不还有半年吗 还有半年吗 啊 等实习的时候 实习的时候 哎 为什么人家 对吧 人家找工作 要工作经验 要一些什么 技术要求 又要一个什么 刊发 刊发经验呢 又要什么 工作经验呢 我啥都没有 对吧 我啥都没有 可以就业找工作吗 对吧 那到时候就来了 对吧 到时候就来了 就是这么回事啊 大一部级 大二还行 大三还有一年 大四上半学期 对吧 毕色论文搞一搞 然后还有下半年 等你到实习的时候 你觉得 对吧 薪资 薪资 三千五 三零五K到五K 啊 差不多啊 三零五K到五K 左右啊 就是这么个薪资 大概差不多 就是这么样子的 对 那你 如果说啊 如果说按照这种情况 你说大一部级 对吧 如果呢 换一种方式来说的话 如果你大一就开始 跟着老师学习 就学习了 就学习 拍声了 学好拍声了 对吧 学习拍声了 然后 跟老师学完拍声之后 对吧 学完拍声之后的话 你首先的话 对吧 第一个 寒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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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干嘛呢 去我们企业 去我们的一些企业 对吧 就去我们的那些什么 招聘的互联网的一些企业 对吧 实习 是不是 去实习 第二个 在校期间 在校期间 可以干嘛呢 坚持在网上 结块包 在我们的一个网上 结块包 赚钱 并且可以积累自己的一个开发经验 开发经验 对 那等你出去之后 对吧 你到你大四毕业 大四毕业的时候 对 按照照料 等你大四 实习毕业 对 那你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最起码 最起码有一年的一个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 对 两到三年 两到三年的一个开发经验 知道不 这是最起码的 这是你越早学的一个好处 越早学的一个好处 你看一下 像我们有位大二的一个学生 他大二学完 直接暑假去实习 虽然说给的薪资不高 因为他还没有毕业 然后坐着爬送实习 上班第三天 对吧 四千块钱 对吧 大二刚学完 刚完 他大二 对 那你想一下 等他毕业之后 你觉得他薪资还是8到15k吗 那肯定是15k往上走了 那肯定就是15k往上走了 这想都不用想 毋庸置疑的 因为你这已经强力了一个先机 你有相应的一个开发经验 而且你还有了对应的一个工作经验 对 这样子 是不是 你说你还觉得你现在大一还不急吗 对 你觉得大一还不急吗 对吧 人家的一个差距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拉开的呀 很多同学都觉得大一 对吧 我辛苦了三年 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辛苦了三年 对吧 辛苦了三年 是吧 大一我不得放松一下 对吧 我不得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是不是 这可能说 你辛苦了三年 这还是什么 一个什么 你考了一个好的学校 考了好的学校 考了好的学校 你肯定更加不可能会放松 更加不可能放松 如果说你考了学校不怎么好 对吧 普通的一个院校 普通的或者说你可能说还是个大专 对吧 可能说你是一个普通的三本二本 或者说对吧 一本的话 那还还可以 对吧 普通一本也行 对吧 那如果说是大专呢 对吧 那更加难 你还放松 是吧 现在本科学历 研究生的一个学历的人都特别多 你还何况是一个普普通的一个本科 何况你还是个大专 对不对 对吧 应该都是大学生吧 九岁 对九岁 我们有一个小学生 九岁 他九 人家九岁是去年学的 人家今年已经开始接外包了 知道吧 人家今年已经开始在网上接外包了 九岁的一个孩子 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一个 九岁的一个小孩子 对不对 人家已经开始接外包了 接了一个一千的 还接了一个 四百的 然后还接了一个六百的 六百的一个爬招聘网站的一个数据 爬招聘网站的一个数据 九岁了 是不是 那 那就 对吧 像我们福山同学 还有我们这个 宅家铁平同学 还有我们这个一同学 对吧 爱多同学 还有我们那一个 A什么 这个 AX 对吧 我一下子不会念了 这个同学 对吧 这个同学 有没有想跟老师选上膨胀 哇 这个名字就非常不错 我这里听不到 对吧 I love I love 轻吗 I like 轻吗 不知道 别叫的英语 对吧 啊 这个同学还在吗 下面呢 其他那几个同学 有没有想跟老师选啊 那还有我们 还有我们这位同学 这个A同学 我一下子忘记这个名字怎么念了 还有我们阎文凯同学啊 对吧 我们阎文凯同学 还有我们疯子同学 有点同学啊 这个刘备良来了 刘备良人和员 是不是 胡萝卜镜 哎 胡萝卜镜好眼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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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n年前的那个老学员啊 n年前的老学员 以前都没看到过你 然后最近又冒出来了 对吧 还有徐洪伟同学啊 徐洪伟同学 还有我们迷茫的麦小兜 吴浩同学 对吧 还有小浩想起同学 嗯 幽默了没钱了 对吧 我们分期的话是零首付啊 零利息的 对吧 很多同学想的 分期对吧 你现在评论没案例 分期学 分期免息学习是 一个零首付啊 零首付的 零首 哎 零首付 哎呀 零首付 零利息 好吧 这个利息费用的话 利息费用是吧 是由我们清真教育啊 由清真教育给大家承担的 给大家承担的 好吧 是不会说 让你们自己出一些手机费的 这手机费是我们大家给大家承担的 好吧 下面这个 我一下听不到 这个读什么怎么读的 我就很尴尬 对吧 我听不到声音 我不知道你这个名字怎么念的 百度翻译 对吧 百度翻译 我不知道网页版有没有声音 好像网页版也没有声音 拉里山大 都没声音 我就很尴尬 后期可能考虑跨专业 跨专业我告诉你啊 有些同学 对吧 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也会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担心一个点 就是我不是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专业对吧 就非课班的嘛 非课班的 是吧 非课班的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转行做程序员 做程序员 对不对 很多同学可能说会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啊 现在的话是很多对吧 很多的一个转行it的一个人员 都是非课班出生的 非课班出生的 课班出生 对 并且做的好的也比较多 做的好的也很多 也很多 对啊 我们VIP学院的话 都有非常多的一些案子啊 都是都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按理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有位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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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经典的一个学员 他非常非常励志 真的是会给大家有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作用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同 这位同学 真的 这位同学是真的非常励志 我每次都会给大家说 他是真的是很多同学的一个榜样 很多同学的一个榜样 他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大专学历 大专学历 日语专业的 日语专业的一个同学 对吧 但是他应届毕业的时候毕业实习是一个7k的一个薪资 是找了一个7k的薪资 可能说有些同学觉得这个7k的一个实习薪资 并不太高 并不太高 但是的话你要想一下 这个是的话 他是刚毕业出来是7k 但是他现在的话不一样的 这是刚毕业的 这个是他半年之后的将近是半年 还没到一年啊 半年之后的 是10到13到12到13k 对吧 12到13k 然后的话 上一个月的话 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他现在的话 上一个月的话 他已经达到了一个16k 已经到了一个14到16k了 给你看一下 是用14 然后到转正16k 14到16k了 对吧 14到我们的一个16k了 对 这是一个非常真的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 厉智的一位同学啊 他也是非科班的 也是学历不怎么 没有那么高的 但是人家确实 确确实实 对吧 通过对吧 通过学习 通过一个努力的学习 学习 对吧 达到了这么高的一个薪资 对 这么高的一个薪资 对于一个毕业什么 毕业啊 一年 一年吧 到今年的话应该是 两年吧 毕业两年 应该是两年 毕业两年 对吧 是什么呢 啊到一个16k的一个薪资 对吧 一个16k的一个薪资 一步一步的一个成长 对 一步一步的一个成长 他是19年毕业的 19年实习 19年实习的 对吧 20年实习 毕业的 现在21年了吗 对不对 啊 好吧 其实很多时候 我告诉你们啊 其实有一个东西啊 哎 有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对吧 这里有个同学 有个报名了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 恭喜我们火同学 通过知识法 制度学费7880成功报名我们Python全套高薪就位课程对吧 提前加入我们那个预习班学习啊优惠名额还剩最后一个 如果说想要了解这个优惠啊 想要这个名额的话可以加我们清风老师的一个微信好吧 我们清风老师微信号的话是Python miss啊 780那个学费啊 780那个学费啊 我们恭喜这位同学 恭喜恭喜 其实有一个 其实很多 那个谁 我又不知道那个英文单词怎么念 对吧 那个A同学 对吧 那我就免称为A同学 A同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A同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A同学 A同学还在吗 你是学哪个专业的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一些专业啊 对吧 我们专业的话 它有些东西 其实比较适合的 怎么说呢 我们编程的话 它本身就是一个技术 知道吧 很多转行 各行各业转行的都有 电器是吧 电器是吧 好吧 电器啊 有点尴尬 电器是吧 电器的话 你学了 学了C 学了C吧 学了CAD吧 学了单片机吧 对吧 学了PLC吧 是不是 还有 还有什么 对吧 是不是 天器的话 没有接收过天空室 对吧 有接收过天空室 天空室也有 对吧 我跟你说 好不夸张的跟你说 对吧 你猜一下我是什么专业的 我也是电器的 我告诉你 对吧 我也是电器的 我以前学的专业也是电器的 对吧 电器工程啊 电器工程 我之前也是做电器的 但后来的话 对吧 现在不是也是做程序员吗 对吧 后来不是也是做程序员吗 可能说我跟你的一个经历会不一样 我可能会比你幸运很多 对吧 我是震惊对吧 震惊吧 离谱吧 对吧 很夸张吧 其实很简单 只是说我接收的比你们早 对吧 我接收的比你早 我是16年 16年就开始的 16年开始就是 从事的一个在线教育 在线教育 Python相关的一个行业 相关的一个行业 所以说16年的时候 我就给 就接收了 所以说可能说 对吧 虽然说我的一个学历 对吧 我也是一个电器的 也是一个电器的一个专业 电器的 电器自动化吧 对吧 电器工程 电器自动化 是不是 对吧 然后的话 也是从 只是说我比你们早一点 比你们学的更早 更有一个优势 更有一个优势 16年 16年你还要熟熟餐吗 对吧 16年的时候 我就从事了一个 在线教育的行业 然后也是Python相关的 当初的话 当初大家可能说 用的最多的话 还是一个Python 2.7 对吧 当初还是用了一个Python 2.7 老师你是自学的 还是报班的 对吧 我16年的话 就从事一个战胜教育 对吧 你说 你让我自学 我有那个条件自学吗 对吧 我需要去自学吗 你告诉我 我需要去自学吗 对吧 不好意思 这是我得天独厚 得天 真的是得天独厚的一个 一个东西 对吧 得天独厚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 好吧 因为我 之前的话 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的 对吧 之前是有去过自学的 自学跟他可能说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 也会有这些东西 但是呢 对吧 没办法 那和我一开始从事的 就是在将域 那和我一开始就从事的是 Python这个方面 我是有专门的一个 专门的一个朋友 对吧 有专门的朋友 大佬 对吧 带着 带着 对吧 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一个公司的 一个老讲师 也是讲师啊 当初对吧 当初我们公司的一个公司 的一个讲师 对吧 一个大佬 是吧 大佬带着我 带着我学的 带着我学的 当时我学完之后 对吧 我当时学了之后的话 当时我学好了之后 我还发 然后从事这方面的时候 我还给 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说 哎 终于 对吧 对吧 终于 我还是终于成功了 我还是终于OK了 对吧 出师了 终于还是出师了 成功了 对吧 然后他说 他也评论一下了 他也在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评论了 是不是 所以说你们自学的一个体验 我也是体验过的 对吧 我也是体验过的 对对 真是我可能说比你们 比你们会有那么一点幸运吧 对吧 对啊 还是终于的话 是比你们幸运一些 是不是 所以说话 说从一五年到现在的话 是吧 也有那么多年了 有一个将近就是五年的吧 五年了 已经有五年的一个时间了 对不对 就是说比你们的优势大很多 优势大很多 所以说而且对于在线这个 在线教育这一个行业 也是很了解的 了解的比较多 对吧 了解的比较多 那你啥时候出师啊 你啥时候出师 对吧 你跟着老师 那么跟着老师学三个月 你是报名的什么 你报名的 像我们这个王一新同学 报名的是个爬虫课程啊 是吧 报名的是爬虫工程师 你报名的是个爬虫工程师的一个课程 对吧 你报名爬虫工程师的话 你三个月就可以出师啊 出师 对吧 三个月左右 出师 当然你可能对吧 我感觉 有些同学可能要花四个月啊 对吧 可能要花六个月 出师 对吧 所以我们王一新同学来说 我感觉 我感觉 你要六个月 我感觉你要六个月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我感觉你要六个月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 对吧 我觉得你可能 要重修一遍 因为我感觉你要重修一遍 我感觉你可能要重修一遍 对吧 因为的话 你是因为零技术嘛 对吧 也不是说 什么那个对吧 重修一遍不代表 有些同学说可能说重修觉得很丢面子 对吧 重修不要觉得什么 有点没面子 对吧 没面子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一个目的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学好 学扎实 学好这些内容 对吧 学扎实 知识内容 对不对 你学第二遍的话 你可以学得更好 学得更扎实 对不对 所以说没有 没有必要说觉得 哎呀 没面子 对啊 这没有必要 对吧 所以说你跟着老师学的话 我们老师会尽可能的让你学考的 学扎实的 是不是 对啊 没事啊 我也觉得没事啊 对吧 像我们的话 就是 就这样子啊 其实的话 我跟那个A同学也是一样的 对吧 只是说我可能比你幸运一点 我比你接触得更早 比你接触得更早 然后的话 可能说选择的一个问题吧 对吧 当初的话 也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从 什么 从我 从我毕业啊 从我毕业到现在 对吧 也是一个很专业的人 对吧 个人也认为 对吧 也是比较专一的一个人 对吧 从我毕业 从毕业到我现在 到现在 从来就 没有换过工作岗位 换过工作 工作岗位 就很多同学可能会跳过来跳过去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换过 对吧 从来就没有换过 也没有换过 换过工作岗位 然后的话 就是一直从事的是什么呢 一直就是从事的一个在身教育 对吧 Python 这个行业 对吧 从一 是吧 也是一个专业的人 对吧 也是见证了 怎么呢 说句话 也是见证了一个Python的一个 对吧 一个趋势 对吧 从一开始的什么呢 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对吧 有些人可能对这个东西比较没那么了解 从16年吧 16年的话 我们刚开始的话 对吧 16年学习Python的人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学习Python的一个人群啊 就是我们的一些 像Jawa 对吧 像Jawa的PHP的 对吧 像一些什么 运维的测试的测试的一些在职的一些IT人员 IT人员开始学习我们这方面 学习这方面的一个内容 对吧 因为他们的话对于这方面的一个敏感度会高一些嘛 对吧 本身的话是一个IT行业的一个人员 所以说他们接触这一块是最早的 所以说那时候学的话是最多的 但到17年的时候 对吧 17年 17年的时候的话 就是有陆陆续续 对吧 慢慢的就是有一些转行的 有那些转行的人 转行人员 对吧 其他的 其他行业的一个转行人员 因为这是一个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火嘛 对不对 就开始转行 就非IT行业的 就是我们非IT行业的一个人员 开始学习了 就慢慢的有了 对不对 这是17年的时候 当然到17年的时候 最多的话还是一个运维和测试啊 运维和测试 然后他们是干嘛呢 转我们的一个开发 转Python开发岗位 转Python开发岗位 是不是 或者说是PHP转开发的 或者说可能说资金学家吧 然后再转的 也有 也有 对吧 到18年的时候 对吧 18年的时候 因为17年年底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事情 17年 对吧 年底 有一个什么 国家计算机二级 国家计算机二级的一个考试 它开 它有了 一个国家计算机二级的考试 对吧 纳入了一个Python 是不是 纳入了一个Python 对吧 然后的话 并且对吧 并且三东的三东 三何须啊 三东某小学对吧 小学的一个信息技术教材 纳入了一个Python 啊 纳入Python 以及什么呢 以及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话题 人工智能的一个话题 对吧 开始兴起 到这个时候的话 18年开始 大学生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对吧 越来越多 但是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的话 学校是基本没有啊 是没有的 没有任何一个学校是开 没有开设这个课程的 没有开设这个课程的 这个课程的 对吧 但学这个人的话 大学生也比较多 然后还有一些 在职的人员 对吧 那时候最多的话 还是我们在职的 可能说有70%以上 都是在职的工作人员 30%吧 2030可能是我们的大学生 对不对 啊 这是18年的时候 而19年呢 对吧 19年的时候就开始 啊 陆陆续续啊 陆陆续续 有一些学校 开设了 对吧 开了我们那个Python课程 开了Python课程 因为我们17年年底的时候 纳入了国家计算机二级考试嘛 然后18年的时候还没有 对吧 19年的话 因为有些学校 到大二的吧 到大二的话 是他是要考计算机 二级考试的 对 到大二的话 就要考计算机了 开始了一个 像我们那位 呃 一腻同学 对吧 一腻同学说的 都是一些基础入门的 一个知识内容 对吧 一些基础入门的 是不是 他就有了 然后的话 这些当然 还能开开慢慢慢慢的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 初中 高中 对吧 高中的还是比较多 那个时候高中还是比较多的 高中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人 来了解这个东西 然后到20年 到20年 然后以至于 现在21年 对吧 就是什么呢 小到什么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小到我们9岁的一个小学 四年级 四年级 四年级的一个同学 大到什么呢 大到我们55岁 对吧 到57岁左右的 55岁 还有我们57岁的一个 对吧 退休的一个大叔 大爷 退休的大爷 大叔 对吧 这是人群就非常广了 上有老下有老上有小 对吧 上有老下有小 对啊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人群的一个变化 人群的一个变化 然后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最为明显的一个区别 是什么呢 从一开始的北上广 对吧 一线城市 招聘Python 招聘我们的一个Python人员 招聘 Python的一个岗位 当时只有一线城市有 到现在什么呢 有一些二三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 也开始干嘛呢 开始招聘Python人员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趋势 那说明什么 就是用Python的人越来越多 用Python的人越来越多 越多 对吧 用Python的一个企业 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对吧 就是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就这么样子的 对吧 57岁呢 学啥 对吧 人家是一个兴趣啊 我告诉你们 我们有一个55岁的 55岁的一个同学 对吧 他是怎么呢 他是为了干嘛 为了和自己的一个儿子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话语儿子 有共同的一个话语 共 共同的一个话题吧 因为你知道他儿子有读牛逼吗 他儿子是在大江 无人机 哎 无人机 工作的 对吧 做算法的 做算法的 做 做无人机算法的 你知道他儿子有读厉害吗 对吧 他儿子三度五 那我还问他儿子多少岁 他只是跟 跟那时候跟 跟我们老师说了 他说他儿子是在大江无人机 工作做无人机算法的 这方面的 对吧 他说呃 他想学python的话 就是想要跟自己儿子有一点话题 别干嘛呢 呃 别到时候 呃 一个需求都有自己的一个需求 看你这么 人家也是一个兴趣啊 人家也是一个兴趣学习啊 对吧 所以人家兴趣学习也知道 对吧 跟老师学会比自己自学好很多的 是不是 好吧 这其实的话就是一个趋势啊 像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学到 那到后面的话 对吧 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啊 对于 其实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弊端 那个弊端是什么呢 啊 这里会有一个弊端啊 弊端 也不算弊端吧 对吧 算是一个优胜劣汰的吧 优胜劣汰的一个趋势啊 一个趋势 就是干嘛呢 对于python的一个技术 对于python的一个技术 要求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对吧 会要求越来越高 像之前在17年的时候 17年18年的时候 17年时候 是吧 内建一个 内建 内部推荐吧 内部推荐 一个python的一个人员 可以干嘛呢 可以奖励 奖励吧 奖励2000 2K到我们的一个4K的一个奖励 奖励金 就是你推荐人过来 你就推荐 会python的 到我自己来工作 到我们这个公司来工作 那我就给你 给一个推荐奖励 当然这个推荐奖励 一般都可能说是要转正啊 这一般的话 都是要转正的 对吧 给你一个推荐奖励 两三千块钱 推荐一个人过来 知道吧 就这么厉害 抖音都是他旗下的 什么抖音都是他旗下的 大疆吗 大疆 那是跳节自动不是吗 自节跳动 对 自节跳动 对吧 像那位同学说了 一个自节跳动 自节跳动的话 头条 机子头条 抖音 对吧 都是他旗下的 对 那你现在推荐一个人 对吧 你现在推荐一个人 有个锤子 是吧 你现在推荐一个人 就很简单 对吧 像我们之前 有一个招聘的人员 直接找到我们清风老师 说 老师你这边 有学生找工作吗 对吧 今天有同学 找扒中工作吗 对吧 你给我推荐一下呗 对吧 推荐一下呗 然后的话 我们学说 哇 这要求这么简单 那薪资这么高的吗 是吧 那确实 但是他要求确实不难 因为就是他没有说 你要费一些什么 反扒啊 JS逆项啊 APP那些 他都没有作为一个 特别的要求 是不是 他都没有作为一个特别的要求 都是一些比较简单基础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的话 他觉得这个薪资还是给他比较高的 可以吧 推荐三个 除非是哪个圈 推荐三个 除非是那个选择办他 对啊 推荐三个 有行公安 是的呀 一把 所以说当时候 当时都有人 对吧 当时都有 有那种招聘人员 有那种HR 直接跑到我们 对吧 跑加我们的老师 对吧 因为我们这边是培训派生的嘛 就加我们老师说 哎 你们这边有没有 找工作了 对吧 你推荐过来 对吧 我给你多少钱 啊 当时啊 当时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VIP选员 因为有一些VIP选员 他自己本身就是个老板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 啊 比较有意思的 他自己是一个老板 对吧 然后让我们推荐学员给他 对吧 让我们推荐一个学员给他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爬虫 一个VIP选员 对吧 还有他有男资金的同学吗 我想找一个 你看能帮我推荐一个吧 对吧 很简单 只要学了我们的课程都行 只要学了我们的课程 来学习能力不错 然后10到12K 对吧 南京 10到12K 是我们的一个VIP选员 他自己本身就是个老板啊 对不对 好吧 来还在听课的同学 给老师扣扣一啊 就这么吸引了吗 对啊 就这么吸引了 对吧 因为他知道啊 他学过我们的课程啊 他知道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含金量啊 他学过啊 他就知道啊 好吧 那现在就这几位同学了吗 那我们学院留守福山同学 爱德同学 我们这个一同学 对吧 一 还有我们中国福利产票 还有我们宅家舔平同学 王一新同学 对吧 就没其他的 还有这个人和园 是不是 就没其他同学了 好吧 那我们还有这个A同学 是不是 那A同学的话 还有没有什么不了解的 就是你们想要去了解 想要问的 担心的一些地方 老师你又来了 好的 对吧 那你来晚了 那你来晚了 那我们本节课的一个内容 已经讲完了 对吧 那你来晚了 没讲完 讲了一大半 对吧 不算讲完 应该是讲了一大半 你来了 那你来晚了 同学 先喝个水 看一下代码 我前面刚刚说完那个学员 对吧 看代码 看代码 看个锤子代码 看代码 只有刻刻看路 不过自己把思路听一面 然后自己去写不行吗 对吧 代码有什么好看的 好吧 那我们就干嘛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 没有其他的 我们接着把后面的内容 给大家写完 接着给大家写完 对吧 接着写完的话 那我们首先 我们爬的是一页的 那我们爬一下 多页的一个命中 多页的话 我们进行一个翻译就好了 这个翻译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翻译的话 主要是改这一个参数就好了 改这个一的这一个参数 就能进行一个翻译操作了 比如说 对吧 这里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二了 这是第二页的 对 第二页的话 变成了一个二了 第三页的话 它那个参数就会变成一个三 所以说这一个翻译的话 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吧 还是比较简单的 翻译的话 我们从哪里给它写呢 在这个地方给它写 分我们的一个什么 分我们的一个配据 因我们什么 因我们的一个认诀 认诀的话 从我们的一个 第一页到我们的一个 第十页 我就获取它前十页数据就好了 不给它爬多了 对吧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名字给它改一下 我们的一个 招聘数据一 好吧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配据 给它传进去 都写完了 都写完了 就差一个翻译 就差这个翻译 这样就可以直接爬完了 我们直接 延时也不给大家 直接给它爬一下 开会被被封 好吧 好吧 这样子我们就是 实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就给它爬完了 实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来我们看一下 招聘数据一 对 这个就是我们实页的一个数据 实页数据的话 应该是有 多少条 我们也不知道多少条 500条 对吧 500条数据 那一页的话 就是50条数据 实际的话 就是500条 这相应的一个数据 就给它获取下来了 之后做数据可视化的话 就比较简单 就给它演示 看一下效果就好了 还要比较简单 翻译这么快就写完了吗 翻译就这么快啊 你以为啊 翻译简单的很 加一个循环就好了 对吧 加一个负循环 负配据 应用我们的一个认识 这是我们python 基础里面的一个语法 再用我们的一个 字符串的一个格式化 的一个方法 把我们相应的一个内容 给它传进去 boss指评可以 boss指评可以爬吗 boss指评也可以爬 boss指评拉钩网都可以啊 对吧 boss指评 boss指评 然后我们的拉钩的 一个招聘网站 然后我们到我一个 我们这个前程无忧 是吧 这些比较主流的 对吧 都是可以爬 58同城 58同城一般 现在有同学用58同城 去找工作的话 应该没有吧 主要还是这几个 主要还是这几个 这三个的话都讲过 都讲过 对吧 都能爬 比较简单 对吧 只要你是跟着老师 跟着我们vip课程 跟着我们的一个 vip系统课程 对吧 学了几节课的 学了几节课的一个东西 学几节课的一个内容 都可以去实现爬去 对吧 都可以去实现爬去 厦门之前有为什么 厦门之前有一位同学 之前 之前我们那个小学生 我们小学生 对吧 他接了一个外包 就是爬boss指评的600块钱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 还能不能找得到 对吧 他就爬了一个boss指评 然后600块钱 对吧 那项目 对他说 那个项目 对吧 那个项目的话就是我们 那个boss指评啊 爬了一个boss指评的一个招聘数据 然后600块钱 是不是 如果说你这样爬拉钩的话 你看那边 使快笔刀拉钩的话是500到600块钱 对吧 然后做一个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 分析 这个时候啊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案例的 那个案例的话 相当5到600块钱 就很多同学说 哎 老师能不能看见代码 其实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公安课案例的话 它都是有一定的一个价值的 只是你们自己不知道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身在福中不知福 对吧 只要你会相信的技术 那这些单子的话都是能做的 就是有很多单子都是可以做的 啊 哎 这是什么 啊 这是学校不讲课啊 对吧 不好意思啊 看错了 对吧 那还做一些爬小说的一个下载器啊 对不对 看到没有 都是有一些的一些内容的 好吧 看观看课 可以阅入过万的 对吧 看观看越入过万 你在做梦吗 梦里啥都有 梦里面不仅是阅入过万 可以阅入百万 同学 这个近同学 建议做一下梦啊 建议做一下梦 做梦的话可以阅入百万 别别入 阅入过万 阅入过万才多多少点 对吧 没刷过抖音吗 刷抖音的话 抖音人均阅入百万啊 对吧 日月十万的都有 是不是 对吧 阅入过万算啥 对不对 只要你敢想 明天对吧 明天整个 哪哪哪哪都是你的 对吧 哪哪哪都是你收了算 哪哪哪都是你的 对吧 只要你敢想 好吧 只要你敢想 看老师 阅入过万 对吧 Boss指引有酷可以反扒 你有酷可以反扒 那你就有反反扒的一个措施啊 有反扒就有反反扒 同学 有反扒就有反反扒 对吧 你工资怎么样 你猜一下我工资多少 对吧 你猜一下我工资多少 好吧 那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有一位老师 他一个月工资可以提一辆车 对吧 我们有一位老师 一个月的薪资可以提一辆车 全款 好吧 全款 全款 有一位老师啊 但是具体的话就不跟大家说了 对吧 某位老师 他一个月的工资可以提一辆全款 车 对吧 那是真大老 是真的牛皮 一个人啊 牛皮吧 这是想都不敢想到的一个东西 但是人家确确实实有这么厉害啊 对吧 我羡慕得要死 我羡慕得要死 我告诉你 对吧 羡慕得要死 奔驰450嘛 你怎么不说一天一天提个法拉利啊 对吧 一天一天提个布达迪威龙 对吧 一天提个布达迪威龙 一天提个布达迪威龙 对吧 一天提个布达迪威龙 一天提个布达迪威龙 那种夸张的一个月几十万几百万的那种太少了 对吧 好吧 对吧 对吧